大家好 今天是4月23日 星期五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累计确诊超116万 安省孕妇可预约接种 截至2021年4月23日上午10点 安省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新增了4505例确诊 死亡人数增加了34例 魁省单日新增确诊1043例 安省表示 孕妇现在可以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目前 安省住院患者降至2287人 但重症患者持续增加至818人 其中593人需要使用呼吸机 截至4月23日 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超116万 累计死亡人数23871人 特鲁多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根据CTV报道 本周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他的妻子 在当地药房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 特鲁多是在沃泰华的一家药房中接种的 特鲁多在接种过疫苗之后 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并表示他感到非常兴奋 特鲁多告诉公众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 有资格接种疫苗的话 请尽快接种 据悉 在周五当天 联邦卫生部长海渡 同样也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 海渡部长在接种后发推文表示 现在轮到我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了 为你接种的疫苗 就是最适合你的疫苗 据悉 本周三 性命助党党领辛格 在药房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 保守党党领奥托尔则定于本周末接种 目前 安省及其他省份 已将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年龄限制 下调至40岁及以上 但由于此前 有人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 出现了血栓症状 导致公众对阿斯利康疫苗仍持有 病情迅速恶化患者增多 据家通社报道 本周四 安省首席验试官兼疫情爆发反应小组的协调员 休伊尔医生 在省议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记者表示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人在医院外的社区中丧生 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是一个不幸且悲伤的趋势 休伊尔医生表示 这些人之所以无法获得及时的医治 是因为这种疾病恶化得如此迅速 如此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 导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送去医院 就在家中死亡 这是我们在第一波疫情中没有见到的情况 根据安省公共卫生局周四更新的数据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 安省与新冠病毒及其变体有关的死亡人数 一直在逐步上升 卫生部门周四报告了40例死亡病例 这是自2月19日以来 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最高 安省在最近一周 平均每天有27例与病毒有关的死亡病例 高于上周四的平均22例 以及两周之前的平均15例 休伊尔医生对记者表示 我们仍在努力了解并评估这个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数字肯定会有所增加 在过去的两周里 每天大约增加2人 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期间 所看到的任何数字 休伊尔医生补充说 在上述所说的患者病情突然恶化的这种情况中 这些患者都是有症状的 或者是测试呈阳性的 或者是曾经与阳性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 休伊尔医生表示 最关键的是 这些患者已经出现了新冠症状 例如说呼吸不通常 但由于患者认为情况并不严重 没有到必须住院的程度 所以没有及时的送医 结果呢 在当天晚些时候或者早晨就被发现死亡 休伊尔医生表示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并不是说这些患者忽略了自己的症状 也不是说病情恶化了 来不及叫救护车 而是这些患者的情况确实是一直比较稳定 但突然就恶化了 反应不过来 医学专家需要对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休伊尔医生说 死者的年龄从30多岁到70多岁不等 当然 值得注意的是 这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年轻人 他们的病情会在某个时间点急剧恶化 导致患者死亡 实际上 安省医院情况也日渐严峻 死亡人数正在上升 其中 许多医院都在努力为不断增加 且需要重症监护的患者找到地方救治 现在 全省有超过800名患者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中 安省首席公共卫生官威廉姆斯医生 于周二发出了最新指令 要求省内医院立即停止所有非紧急手术和非紧急程序 目前 大多伦多地区医院的ICU病房已经人马为患 其中有些病人不得不被转移到临近城市医院的ICU病房 休伊尔医院医生指出 眼下最重要的是必须严格 谨慎且完全地遵守公共卫生措施 并努力减少人口的流动 这是防止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的关键 各方压力下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禁飞印度航班30天 据CBC报道 基于很多从印度和巴基斯坦乘坐航班抵达加拿大的旅客 证实燃油新冠肺炎 所以 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 将从4月22日起 开始禁止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客运航班 为期30天 该禁令于东岸时间周四晚上11点半生效 加拿大联邦运输部长周四下午表示 仍会允许货运的航班飞往加拿大 特别是为了确保疫苗和个人防护设备的运输 能够继续正常复运 不过 印度方面早前已宣布 由于印度确诊病例急升 所以会暂停向加拿大复运疫苗 直至6月 加拿大卫生部长海杜表示 尽管印度航班仅占底价航班的五分之一 但从数据来看 乘机抵达加拿大后检测出新冠的乘客中 有一半是来自印度 海独部长也补充说 来自巴基斯坦的染疫乘客也高于平均水平 在过去的两周里 至少有32班来自德里的航班 和两班来自巴基斯坦的航班飞抵加拿大 其中有数十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结果 从国外抵达加拿大的乘客 虽然已经被要求接受登机前的病毒检测 抵达后的检测和政府规定的14天隔离期 但新的旅行限制 则是反对党领袖和各省省长向联邦政府施压的结果 他们要求在印度病例大规模激增时 暂停来自热点国家的航班 在周四的一封给特鲁多的公开信中 安省省长和魁省省长正式要求联邦政府 进一步地减少入境的国际航班 同时采取行动堵塞加美陆地边界的漏洞 他们说这些漏洞使一些旅客得以避开检疫要求 这两名省长认为迫切需要解决边境检测和检疫方面的问题 包括伪造检测文件 旅客选择罚款而不是遵守检疫要求 或通过私人车辆及飞机旅行以逃避检疫 以及其他几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两名省长在公开信中写道 虽然最重要的是基本货物的运输 不受边界措施的阻碍 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 所有非必要的旅行都要被限制 对在陆地边界过境的旅行者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 并确保我们一起尽一切努力保护我们的公民 据悉 在周四早些时间 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就呼吁暂停一些航班以控制变种病毒入侵 奥图尔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阻止新变种病毒进入加拿大并进一步传播 我们必须要保护边境 奥图尔说 特鲁多早就该采取行动了 联邦政府必须立即暂停热点国家的航班 这些限制只是暂时的 政府还需要购买更多的疫苗 奥人党领袖布朗谢在周四也呼吁限制航班 他展示了《满地克日报》在周四的头条新闻 其中印了一张特鲁多身着印度传统服装的照片 新闻的标题是 印度的变种病毒已经到来 那么我们这次要迅速与印度切断关系吗 布朗谢表示 我们必须保护加拿大人和魁北克人的生命和健康 这可能意味着无论在何处 当其他司法管辖区和国家的病例数量出现这样的爆炸式增长时 我们都必须采取措施 加拿大三款疫苗交付延迟 下批将延迟至6月 据CTV报道 加拿大目前正值第三波疫情高峰 疫苗供应尤为重要 尽管联邦政府多次保证 将会有大量的新货陆续运抵 但在四款或批准使用的疫苗中 有三款都正面临着供货问题 莫德纳疫苗下批次运货量紧半 印度因当地疫情爆发 暂停向外输出阿斯里康疫苗 而强生疫苗在交付过首批次疫苗之后 下一批次要延至6月 而且数量不明 负责监督全国分发新冠疫苗的 福厅少将周四表示 强生药厂将会在本月26日的一周之内 如期交付首批30万剂疫苗 但联邦公共服务及采购部疫苗总监帕克特透露 之后要等到6月才会再次有货 而且不能确定疫苗数量 福厅少将承认 加拿大不会在本月底 收到原定的100万剂阿斯里康疫苗 因为印度疫情近日持续恶化 当地血清研究所生产的疫苗被禁止出口 必须优先提供给印度本国使用 福厅少将强调说 印度承诺将会供货 上有150万剂疫苗有待交付 供货的截止日期仍然是6月底 血上加霜的是 莫德纳疫苗同样没有好消息 本周五 莫德纳制药厂表示 由于生产出了问题 下周复运加拿大的疫苗数量 将从原定的120万剂大减至65万剂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局长斯图尔特估计 加拿大每周有能力接种高达310万剂疫苗 但按照政府的数据 下周获得的疫苗共计只有190多万剂 包括101万剂辉瑞 65万剂莫德纳 以及30万剂强生 联邦卫生部长海度表示 我们对疫苗的预期推出量 交付加拿大的货运量 以及任何言误都非常清晰和透明 海度部长强调说 就目前以交付的数量来说 加拿大所得的疫苗较原先预期的为多 而且预计在5月和6月 将会有数以千万剂的疫苗 运抵加拿大 联邦政府将会继续与各省政府合作 把疫苗接种事情做稳妥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根预期 active 솔직히对 nothing but 而大家 Isa 予生 待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